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是我们节日 一日之际在于晨 来 一起打开运动模式 想不想吃橘子 想不想 你看啊 剥两瓣橘子 这手拿起来 把你的水壶放在手里面 扣在上面 对 做好垃圾分类 为环保出一分力 礼物总是让人愉悦 一份用心准备的惊喜 总会让生活的频繁 瞬间变得充满光彩 希望孩子们会喜欢我准备的惊喜 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里面 有一句歌词唱到了什么 蝴蝶 对 蝴蝶对不对 这是一块吉他的波片 上面有一只可爱的蝴蝶 看到没有 看到吧 来 仔细看 你看这是我养的小宠物 可不可呀 看啊 这是什么 什么 你摸摸他看 你看我每天都会喂他吃什么 鱼 吃鱼对不对 你看我们喂他吃以后 变成鱼骨头了 鱼 来 我们再试第二条 你看第二条 吃完以后也变成鱼骨头了 你看第三条 马上 他就会不会吃成 你看他只吃了一半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真的吃饱了 对世界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 拥有探索的渴望 不断学习 最终一定会让梦想照尽现实 把两个球都握紧 三 二 一 来 小时候 我一直觉得气球很神奇 无拘无束 肆意飘向蓝天 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 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要退掉身上的志气 保留纯真的初心 担负时代的责任 祝全国的小朋友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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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